好來看看喝醉酒要特別注意 小心不要被人家拍下來了 在台中市這個男子喝醉酒 就是醜態擺出 先是搭計程車竟然跟問將持了口角 失控還把手機 把這個問將頭塔塔的投破血流 不過結果當然是直接被載到了派出所 所以他打傷問將還霸注車不放 遠景來抓人在大街上大吵大鬧 一旁被打傷了問將頭破血流 只能夠邊走邊控訴 警方受不了罪憾要強制逮人 男子還高舉打人用的手機凶器 男子被逮捕的警局嘴巴還是大罵髒話 遠景被迫把他鋼上手鋼 這人車的問將沒有想到會載到這個罪憾煞心 一上車就拿手機把司機打到投破血流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像發狂一樣 用他的手機一直毆打那個韻將 他進來以後 因為我們看他滿臉都是血 然後詢問他以後 他就說打他人還在車上 我們就趕快去車上去找那個人這樣 這個罪憾在警局還大吵大鬧 越罵越誇張 罵累的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 等他睡醒還有傷害罪恐嚇罪還有妨礙公務罪等官司等著他呢 中文新聞龔宇德台中報導 中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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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